诶 诶,有人上线啦 看一下 我的枕头 晚上好 晚上好呀 先飘一下 嘿嘿嘿嘿 我的外卖也刚到啊 一起吃外卖 我穿这个好黑呀 好早不早6点了我要吃饭啦 今天是红豆 粥还有皮蛋豆腐 哈哈想哭一下马上就要去教室上课了 我就开始直播了 不用哭 小麻花辫子 今天不是 今天不是为了直播特意化妆的 今天是拍生鞋 但不是这个造型 我把头发给拆掉了 所以就 我把头发拆掉了 白日 对今天是100天 然后 其实我是想晚一点直播的 但是 那个 我的饭到了 那就 一起直播 对上午是拍的生鞋 打算直播到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会中毒直播直播直播到一半去换个衣服吧 这个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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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太多的淀粉吗 感觉 好粘稠 对上午拍的生鞋 哎呀 巧克力 谢谢你 不用期待了 这次的生鞋 反正每次都一样 昨天晚上好疯狂 但是因为人比较多 人来风现在没人了 口红掉 我不是吃喝粥 我有那个 皮蛋豆腐 皮蛋豆腐 不是直播吃口红 对 直播吃饭 它这个皮蛋豆腐好像比上次做的 也好吃一些 嗯 比上次好吃 它是红豆一米 感觉没有什么一米 都是 都是红豆 晚上好 这个一米好好像 没熟 为什么这么硬 嗯 我以后直播带你们去吃火锅吧 你们看着我吃 直播带你们吃火锅 晚上好 看到你也饿了一天没吃饭 哇 哇 不用微波炉热酒了 这样就可以 差不多能吃饱就行了 吃火锅底料 还是 我吃火锅你吃锅 你一个说要吃火锅底料 一个说要吃锅 你为什么就不能吃火锅呢 焦急的等完嘛 中午饭太难吃了 所以只吃了一半 现在好饿 我也是 我中午没吃 早上也没吃 就吃晚上 这个就够了 焦急的等外卖 这个皮蛋豆腐真的是太好吃了 你好 这个皮蛋豆腐好像太好吃了 我每天都吃这家的皮蛋豆腐 你也是 一天一餐或者一天两餐 我现在不是减肥吗 所以就一天吃一顿就行了 我要考虑去换个衣服 我去换个衣服啊 你们等会我 等会儿我啊 清清 清清清清出去了 他们 清清出去玩了 我 znaj 我腿就吃不餓了 我晃早上再吃 我还有哪一天都这么吃 我也是 我吃你 对我看你 你不吃你 你不吃你 我真要20多年 我去吃你 我吃你 我吃你 你不吃你 最后我爱你 当你离开之间 能否让我 把你试试出现 等一会我去换衣服 等一会等一会对我稍微那个什么一下我去换换衣服太热了哈 我换个短袖啊好不好 好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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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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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换了一个因为这个太热了所以我就换了一个太热了 好 我继续吃我换首歌 我看到了这个人说什么 羡慕学生的 华蛋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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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 想吃华蛋牛肉 啊 我换一首歌啊 国境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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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世間上是一首話 嗯? 謝謝你的皇冠 我看到了 謝謝你 謝謝你喔 哎呀 掉了 嗯 北京很熱的 所以大家都不要 嗯 不要穿長袖來了 但是晚上還是冷 晚上過夜回去其實還是冷 前幾天就有看到阿鑫的海報 這 翻過來 看到沒 我的被子和枕都是一套的 是一套的 我要打噴嚏 不行 我要打噴嚏 等一下等一下 哦 又沒有了 憋回去了 北京熱那廣州怎麼辦 廣州可能更熱吧 少見的露臉直播 因為今天是特殊的日子 對了 就是我昨天不是看到 應援會有轉的那個什麼嘛 就是轉的那個抽獎的微博 我想說 真不錯 能黑幕我嗎 求黑幕 嗯 對 今天是100天 然後 不知道我能不能參與 就如果下次再有這種轉發抽獎的東西 不知道我能不能參與 是我也可以準備一些東西 然後去 轉發抽獎嗎 還是說只可以應援會去準備 所以 東西呢 不能下一個 好 我知道了 不能 看我這個多可愛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把這個當作 轉發的禮物 然後 然後就拿去抽獎吧 我也想出一份力 因為看大家那麼辛苦 我就在這待著 就很無聊了 哦 這是什麼東西啊 哦 海報 海報 還是五月天台 他們直接放咖啡廳前台 就想什麼 還自己抽過獎 那也可以啊 如果 下次再有抽獎的話 我也可以把這個當作抽獎的東西 就可以 那個 就自己也出一份力 嗯 這這這這首歌現在能放嗎 換一個吧 奇妙能力歌 應援棒 謝謝你 一會兒你們都跑了 那個我要說 這首歌可以嗎 我 我要說 我要說 老大哥你就跑了 我正在吃 但是 是 剛才卡了 不是 剛才是我的咳嗽 我想喝水 當我的水 在這裡 嘿 好 對這就是上次應援會的那個 那個茶 我喝到了現在 一直沒捨得喝 一直沒捨得喝 卡了嗎 我聽成立啊 我一看你就不經常看我 聽我電台了 我聽很多的歌 好了嗎 好 我現在說一下 很正經的事情 就是 你頭像太高 太搞笑了 這是可達鴨嗎 你頭像是可達鴨嗎 那個 對重新進就好了 成立老公 她為什麼是老公呢 她不是女的嗎 對 那個 就是 現在不是一百天嗎 我說完再吃啊 因為我怕 不是重大發表 哎呦不是 想什麼呢 不是 就是 我組織一下語言啊 我組織一下語言 第幾個一百天 第一個一百天 那個 你看 是11月25號 我出道了 對不對 然後 那天是跳了 狼字 然後挺緊張的 我現在來給大家做一個回憶錄 回憶錄 這樣 生日氣球 是一百天 所以算了生日氣球嗎 那我一會兒唱一首告白氣球 就好了 哈哈哈哈 你這樣 十月二十五號出道了 然後跳的是狼字 還挺那什麼的 全程都不敢看鏡頭 就挺差勁的 然後 也不知道 大家會不會喜歡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去 接受自己吧 然後自我介紹的時候 也挺緊張的 主要是之前沒有去過劇場 然後也沒有彩排過 然後也 就不知道台下做那麼多人 是一種 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後來 微博 後來微博 因為名字的原因 就那時候是 好像 應援會 並沒有當天出來 還是好像是後的幾天 因為名字的原因 等一下 因為名字的原因 然後後來 有了 然後我的應援會 就正式的出道了 對 我的應援會正式就出道了 然後還有 那個 就是我那個微博上 之前有一個日更的 不是日更 不是 是那個 差不多 也差不多是日更吧 反正 更的還挺勤的 一個 李唐多的話勞時間 對 我那時候還是用戶 有一個 那個 李唐多的話勞時間 其實 剛開始說這個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那時候 我想 發微博 但是又不知道 發一些什麼 那就搞了這個 李唐多的話勞時間 那時候剛剛 亮完相 主要還是想 介紹一下自己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介紹 然後 又想大家 瞭解我 但是 到後面沒有去寫 就是因為 我沒有其他事情可以說了 因為首先 旅行的話 我也沒有去過太多的地方 基本上都在家宅著 然後 生活的圈子也很小 就 沒有什麼 朋友 然後 就斷根了 然後 後來 我就有個超話 然後呢 我每次發微博 我剛開始不知道發微博 就是怎麼弄那個超話 後來就是在 超話裡面 我學會了怎麼發微博 嗯 嗯 欸 說到這個 說到這個事情 我就要說一下 我入團前了 唉 我入團其實是很 很機緣巧合的事情 我是陪我朋友來的 然後 然後我就進了 他沒進 然後我就想 那 那我就來唄 然後來的時候 怎麼說呢 來的時候發現 我換首歌啊 這首歌太悲傷了 不行 我換首歌啊 這首歌太悲傷了 我們聽助教團的歌吧 好不好 我們聽助教團的歌吧 等你下課 哦 聽得到嗎 好啊 之前就 一直 就在我家那邊 然後又來這邊上學 就是 還挺魔幻的 覺得 不知不覺 就來到了這兒 不知不覺 就過了這麼久 然後就認識了很多人 就認識了很多人 還挺開心的 就是 嗯 應援會給我做的 很多很多事情 包括前兩天那個跳舞的那個 跳舞那個跳的真不錯 真的很謝謝你 就是這麼犧牲 然後還要學舞 真的我都學不來 就是啊跳的真的挺多才對呀 謝謝你做這麼多的犧牲 然後也謝謝應援會 給我搞什麼 給我剪cut 對剪cut 剪的真的挺好的 給我剪cut 然後還給我寫這個晚安室 晚安室也是 嗯 因為我經常看應援會的微博嘛 就看晚安室 就 就會看到 他那個 嗯 從最開始人很少 學晚安室 然後慢慢的 多了一兩個 又多了一兩個 又多了一兩個 然後看到了很多陌生的ID 由陌生到熟悉 就 很開心 這百天 這百天 發生了很多事情 然後 經歷了很多事情 然後 還好 我們是 越來越好的 對 我的應援會 你們真的 辛苦 我的粉絲裡面辛苦 我知道你們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 有的從天津 有的從大蘭 有的從國外 哪裡 這句話好像昨天說過了 但是我不管說多少次 我可能都說不夠 因為最讓我感動的是 有時候玩場 那 從外地過來的粉絲 就很辛苦了 有的 還需要在這邊 住 這個縮鞋 我又忘記是什麼意思 突然 這個縮鞋是什麼意思 我又忘了 我又忘了 縮鞋 JQ 哎呦 哎呦 哎 怎麼突然間刷了我一個 那個什麼 突然間刷了一個 因緣號呢 金拱門 流程早就很溜了 謝謝 溜溜溜 真情實感 嗯 對 嗯 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才能 回報 但是 我還是 盡全力都要最好好的 就看著 關注我 應援會微博的人 越來越多 我最想要三十幾個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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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長長長長長長 然後還有晚安市 寫的人也是越來越多 看著我們這個隊伍 越來越壯大 也是 很開心 有很多人去關心我 我就很開心 我喝口 我吃口粥好不好 有點餓 嗯 嗯 對 最初 最初才十多個 到現在這個樣子就很 嗯 就很好 嗯 然後就開通了房間 對 開通了口袋 口袋房間的這個 開通了口袋房間 然後 剛開始是 不能直播 然後就 翻牌呀留言 這樣子跟大家去說話 剛開始其實沒有幾個人來跟我說話 然後 慢慢的我就會 學會了用那個房間的聊天 因為那時候好像是還不能 還不能直播 用房間的語音聊天也很好 後來就是開著電台 還有就是 我為什麼總是開電台 不喜歡開這樣一個直播的這個形式呢 我覺得 還是有必要說一下 是因為 嗯 電台呢 我不想聽這首歌 我換首歌啊 好 告白祈求好了 我真的 這幾天好勤奮 沒有 我一直都有 電台 基本上 每天或者是一兩天都會有電台的 應該是你沒有聽過吧 或者是 這兩 這就是 這兩天開的直播 嗯 說到哪了 口袋房間 對 說到這個 口袋房間了 是因為 剛開始開電台 我就電台 一是 有那種可以當 電台DJ的感覺 還有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長得不好看 所以我不喜歡開直播 我還是更喜歡開電台嘛 然後 其實以後的話可能也是電台偏多 嗯 不過我覺得大家應該還挺喜歡聽我電台的吧 然後我還可以給大家唱歌呀 在電台裡面 對不對 講故事 然後還可以辦一些 嗯 特別的電台嘛 對不對 然後大家可以有什麼想聽的歌 我可以在電台的時候播放給大家聽 或者是我會的 我可以唱給大家聽 只要大家跟我留言 或者是私信就好 我都可以記得住的 就這樣 我出道一百天了 啊 我今天出道一百天了 我把這音樂小點聲 感覺一百天裡面今天有很多的事情 但又感覺 好像昨天才出道一樣的那種感覺 感覺自己 好像還是昨天一樣的 馬上就兩百天 哦不要 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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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開心這麼多人喜歡我 真的很開心這麼多人能夠喜歡我 這麼多人能夠去支持我 嗯 對 下一次慶祝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就 嗯 開心 酷 然後還 特別特別 哇 很重重 很重重的感 感謝一下 一些 默默支持我的粉絲 和在我應援會裡面的粉絲 還有我的應援會 真的是要 特別感謝你們 我知道你們為我所做的一切 知道你們 很辛苦 知道你們就是很關心我 謝謝你們真的很謝謝 一百天了 讓我們為下一個一百天加油吧 嗯 我不在乎 我們並沒有希望有多紅 不在乎所謂的紅不紅什麼的 我希望大家能夠喜歡聽我的電台 喜歡跟我聊天 喜歡看 喜歡看直播或者是看公演什麼的就很好了 希望大家未來可以一直走下去 這個就夠了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嗯 像我們 哎我們就是說個題外話 嗯 會不會 你想等我們老了以後 可能頭髮都白了 然後臉上有很多皺紋呢 然後如果走在街上 我會不會認出你們呢 或者是你們會不會認出我呢 我會不會問你們 哎現在你還有在放偶像嗎 或者是 你們會不會問我 嘿小禮娜你怎麼老成了這個樣子 會不會這個樣子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 這是一個很溫馨的畫面呀 我覺得這樣子挺好的 說不定我們在大街上 還能認出對方呢 對不對呀 發電線變高了 有可能 你們就可能就說 哎小禮娜你發電線怎麼又變高了 一起約廣場舞 對到時候就可以去 一起去跳廣場舞 會讓你的孫子接著飯去 是嗎 公城路就不是目的 讓自己快樂快樂這才叫做意義 通年的紙飛機 現在會不會 終於飛在我手裡 公城路就不是目的 讓自己快樂快樂這才叫做意義 通年的紙飛機 現在終於飛回我手裡 慢版 對可以跳慢版的 明天開始我就要開始播電台了喲 大家有什麼特殊的話題 可以寫想法呀 策劃呀 可以發給我 因為我有時候腦子可能不夠用 嗯 我有時候腦子可能就不夠用了 再想11號怎麼讓我認出你 哦 這個真的是一個 那你就尻我吧 你就大聲的尻我 我記得有一個飯 他的尻是咆哮派的 就是小桃豆 就那種的 咆哮派的 對日常回歸電台 明天可能就是電台了 或者是後天都不一定的 你11號 第一次去看公演 哇 第一次看公演就看我 第一次繼續嘗嘗 緊張 啊 不尻的路過 不尻也很好呀 不尻就是那 默默的看公演也很帥的啊 第一次 你11號第一次去看公演 你11號第一次去看公演 哇第一次去看公演 要是 擦不掉的 啊 沒有暗號 小兔子乖乖把門開開 不開不開不開 这就是孙燕姿的歌 地藏如果 什么叫做地藏 要做八个小时的音座才可以到北京 八个小时 要做八个小时的音座才能来北京 我的天哪 你也太辛苦了吧 做八个小时的音座为了来北京看一场公演 那你真的是太辛苦了 那你就好好享受吧 地藏的意思也是不考 地藏就是不打靠的意思 就是默默的坐在那就是很酷的看公演是吗 装酷 还是钢铁也好 都一样 天文咖喱湖青青 青青不是一名五青青还不错 沈阳你是沈阳 我地家在东北啊 松花江上啊 那里有满山遍野 大豆高粱啊 对 不对 那个是 说的是沈阳呢 不是沈阳 对 那个说自己地藏呢 就是上场在我后面怒咬你的 真的吗 怒咬我的那个 是那个什么吗 是那个 咆哮派的吗 是咆哮派的那个吗 还是谁啊 厉害 低头玩手机 飞机票可以找应援会报销吗 不可以 我好抠门啊 我是胳膊手 我是肥水 那 也不是 那是什么 不可以 反正就不可以 我是铁公鸡 对 还有我觉得 我觉得 就是嘛 11号那一场 不用太铺张浪费 还是省点钱吧 本来就没什么钱 所以我觉得 不用太那个什么的 就一般啊 就和普通的场次一样啊 不就是 这个吗 就是 都可以的 就随随便便的就好 不用弄得太那什么的 等我100场的时候吧 不用着急 反正你看又不是20场 就只是一个那个什么而已 所以我觉得 随便弄一下就行 不用太铺张浪费的 省点钱吧 对是铁公鸡 我就要量了一磨一磨一磨 没关系 一会我用微波乳 给热一下就好了 全场大闪 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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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费钱了 荧光棒那个东西 它就是弄一下 然后 然后亮了 然后又不亮了 掰一下亮了 然后 一分钟 两分钟就不亮了 那个还挺贵的 那我用铁公鸡还是 不要全场大闪 我看的会心痛 还不如 还不如那个 你们 还不如那个 那个什么呢 吃火锅呢 哈哈哈 不用全场大闪 对 对 比较小气 有个一拉宝就够了 其他什么都不需要的 什么都不需要的 什么都不需要的 毕竟 毕竟几子的人赚钱也不容易嘛 这不是猫咪 这是兔子 它是兔子 耳朵这么长 怎么可能是猫咪啊 是兔子啊 咕咕咕咕咕 哦 这有个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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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送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嫉妒是你丑陋 衣服上 哦 衣服上是 但是这里不是 这是一个兔子 我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兔子 但是我舍不得拿出来 因为 就那个小兔子太漂亮了 我舍不得拿 我怕打它给弄脏 兔子没有名字 它就是一只兔子而已啊 一个白白的 长得挺漂亮的小兔子 对我不要勤俭持家 不要省钱 你也想背我填 我汤圆都给你吃了 还要怎么填呀 你看人家还送巧克力呢 我今天吃了巧克力 我太久没吃了 吃了一下真的是 齁死了 太甜了 晚上好呀 啊 啊 不是 看看 又不会掉一块肉 对 看看是不会掉一块 你也想唐作天 刚才不是有谢谢你吗 那你又不来我房间留言 你要是来我房间留言的话 就好呀 我们就可以这样聊天一样 嗯 其实我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甜的 我就是 跟你们聊天 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甜不甜的 并没有说会刻薄谁 并没有会怎么样 心态要放轻松嘛 要放平和 我在你房间用的不是这个号 你们有几个号啊 你们有几个号啊 在我房间用的不是这个号 哪里不理你啊 我什么 这个我没有看到吗 嗯 我吃饭了吗 我正在吃啊 我正在吃啊 我这个 我正在吃吗 因为它这个 太多了 我可能有疏忽 没有看到 你有五个号 哇 五个号 我的妈呀 这么多人 其实就是一个人 是吗 其实就是一个人 在不断的换号 我知道了 你们肯定有十几个号 他 好 那你居然放过来 找我留言好不好 嗯 其实你们都是小号 那我也要见个小号 我要见个小号 看一下 对啊 看一下 他跳天使的圈套 我都不会跳 哇 他还会跳 天哪 他这么多才多艺吗 会跳舞 太厉害了 真的是 啊 简直要被 墙犯完了 我要失业了 这种 什么东西 没那么多 就是个位数 可能只有 两三个人 你们就这样 拿个手机 这样 天使圈套 你也会 哇 各位句子真的是 多才多艺啊 都 都会跳舞 看公演学的 我怎么就学不回 现在是 公演店 这是什么 苏燕姿 苏燕姿 现在我们会跳公演的剧曲 我也是 我都不会 会跳叶峰 哦 你们真的是都太多才多艺了 你就一个号 然后还用我那张 黑人问号脸的照片 当头像 神奇 对对对对 孙燕姿的神奇 等等 我看到了一句什么东西 其实我觉得 我加冕你动作记得比你准 哦 扎心了 居然说 加冕你动作 那可能是你 就是你一直都在看吧 所以那个什么 哦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居然加冕你动作记得比我准 我简直我没法活了 确实是 有一些动作 我真的是 记不太清楚 羡慕会跳舞的 哦 我知道他准了 无所不能的你们 毕竟你看了一年多加冕你了 哦 看了一百多场 那我输的心服口服 在下输的心服口服 我不知道我 我比不了你们 太厉害了 萌 萌 啊 萌 毒心 流 是什么东西 他看在家面里确实比我跳的多 我跳多少次家面里了啊 我也不知道 但挺少的 所以我记不住应该是挺正常 但应该会跳的比我好 那下次你去帮我跳吧 哈哈 你看一场就会跳 不可能 怎么可能看一场就会跳 绝对不可能 你看一场就会跳的 所以才有消耗 希望下次愿会跳什么给你看 不用跳了 他愿意就是 他如果想想跳的话那就跳 他不想跳的话 那就不跳 就是还是看他个人的意愿吧 看看是什么 终于连那个WiFi接了 哈哈 十人曲慢慢的会躲起来的 上一个BJ舞台的粉丝已经被喷的人都 上一个上BJ舞台的粉丝已经 怎么样 已经被喷的人都不见 为什么 为什么上了个舞台被人喷的脸 为什么 为什么要喷他呢 他不就是他上舞台干嘛了 他上舞台干什么了 零奖吗 有奖吗 没有吧 因为晒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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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哦原来是这样的 哦太可怕了吧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上了个台 为什么还会被喷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是的 233333 我看一下 这锅 印人会不悲 冲上台 哦 知道了明白了明白了 哦 16年的事16年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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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年前你就在BJ 哦 什么 我天啊 这我 2年前在BJ 我天了 没流量 好的 那就周末见 周末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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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完成减肥肉了吗 完成了呀 早饭午饭都没吃 晚饭喝粥还没有吃完 我也不想吃了 就这样子 我也不想吃 就这么放着吧 很多剧集都出道了 很多剧集都出道了 天哪 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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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剧集都出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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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是不是还要给剧集们 送车 接车 那个拍反图 剪cut 他出道了 他跳了一个舞就出道了吗 你一时半会儿不下直播吧 没有啊 我 我 我一会儿就要下直播 因为我想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在高铁上尽量的看直播 哇 这么辛苦 剑影要吃饭 对 吃了一点点 剧集也有成为成员的 哦 是吗 剧集中能人真的很多 嗯 会跳舞 还会剪cut 还会 打call 这么厉害 还会那个打call 而且还会写诗 觉得真的挺厉害的 谢谢哥 抱拳了 抱拳了 谢谢哥 小兔子 谢谢 哈哈哈 谢谢你送的皇冠 昨天也是 昨天 那个 嗯 还有一位 巨巨 还有一位巨巨 也送了 但是我记得感谢他了 但是我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 反正我感谢 我有说谢谢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 今天好像只来我这里留言了一次 两次差不多 这不在家里直播 这是在那个中心啊 除了他还有一个人 就除了他还有一个人 对 是你 你听到了 听到了那就好 听到了那就好 不然我好担心 不然我好担心 你听到没有 你听到没有 那如果我没有说的话 我心里就感觉 很 过意不去 就会觉得很奇怪 听到了就好了 你怎么突然间冒出来啦 好像现在写作业白白白 我知道大家都是学生党 玻璃手机我也很喜欢 多 多好听啊 怎么和我家里一样 你知道我家是什么样子吗 你说和我家里一样 你知道我家是什么样子吗 听到了啥 听到了我说谢谢啊 日常羡慕学生等一秒 你开 你不是今天下午就开会吗 什么也没有干 这里一个学习餐的 嗯 学习餐的 我觉得西餐 挺好吃的 羡慕学生 工作好几年 只能去剧场 吸取青春气息 我也很羡慕工作的 虽然我也是工作 但是我很羡慕那种 朝九晚五的工作 我觉得 啊就是那种感觉 朝九晚五的工作那种感觉 就是特别职业 然后在那种 什么金融大厦那种 上下班感觉特别好 你们很累 你不是上学了吗 今天下午 今天才正常下班 啊 准确的说我们专业叫西餐主厨 哦 西餐主厨吗 那太厉害了 别羡慕 为什么 我可是很羡慕的 过几天就要去考科目有点不安 你们要考车吧 我没考 因为我没有车 所以我就没考 早九晚五的剧很好看 哦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看 我只看了一些片段 但没有 没有看完的这个 啊 啊 没去公演 今天有公演吗 我会谁一个宿舍 我自己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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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十元 超美呀 怎么又是孙燕姿的歌 想换一首 其实你今天才十七 十七岁 天哪 十七 当主厨 太可怕了 大楼在金碧辉煌 也与自己无干 嗯 但是在里面工作 我觉得还 还挺好的 晚上好 自己住很羡慕吗 没有 自己住有时候 你要睡得早还行 睡得晚就很害怕 因为经常暖气会发出 当当当当当的声音 我不适合他一起住的 你是学生 学 哦 你是学生 那学生娘 真可怜 学生要上学了 看一下之前的这个 平时上班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上班 上班能挣钱呢 而且 我觉得不上班 如果在家待着的话 就特别无聊 我还是喜欢忙起来 如果 在家待着的话 我真的觉得很无聊 我没室友啊 自己住 看起来只有十五岁 不 我都快四十五了 我已经快四十五了 我已经快四十五了 兔子都快绑起来 四十五别绑 对 对 我已经快五十五了 对 还是有个事情做比较好 你像 每天在家待着 也挺无聊的 你要不然去上学 要不然就去工作 不然真的特别的无聊 我如果不当我像 理想的工作是什么 我理想工作 我 我想 太多了 太多了 我希望 比如说 我想开猫咖啡厅 这是我一直的梦想 还有 或者是开个宠物摄影啊 都挺好的 我就是 有那一 不是 怎么可能啊 先溜了 好的 拜拜 搬砖 那我也去搬砖了 平时保养关节 要不然会有伤是吗 幼儿园老师 幼儿园老师也可以啊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理想职业之一 和宠物美容师 宠美容师也好啊 给小狗小猫剪毛啊 都挺好的 就是 太多了 我觉得什么都行 我喜欢小动物 但是孩子的话还是看有多小 如果是 很小很小的小宝宝可以 但是如果是那种 七八岁的 五六岁的 就 我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烦 运动神伤很可怕 对 运动神伤还是挺可怕的 他 终于 我不知道 他呀 熊孩子 对熊孩子不能接受 小孩子还可以 那小婴儿可以在怀里面抱着了 还是挺好的 三里屯猫咖的整年 跳舞 路过好几次都没去 那个 除了三里屯有猫咖 好像还有 嗯 还有一个是在 狼狼鼓巷那边 好像有两个 我喜欢吗?猫儿玩具 我家里有很多很多很多 上学期把腰傻了 现在站着我还疼 小朋友你要注意一下 金台西照附近有猫咖 是吗? 吴道银 吴道银 吴道银有猫咖吗? 我去过一次 两次 狗咖 狗咖不错呀 我可以开呀 我特别喜欢小狗 还好我还好 腰 还好膝盖也没事 南螺那个比较人多 有点乱 还有点贵 而且主要东西不好吃 去吃了它那个饭 特别难吃 就是好看而已 好像有那个东西 想去北京尝豆汁 豆汁挺好喝的 我喜欢 我一个人闲逛的时候去哪里 我一个人不闲逛 我在房间里面待着 沙发坐着床上躺着 反正我是不会 我懒得出去 反正我是不会出去的 很少出去 出去的话也不是自己 对就是很摘 上次去一个狗咖 住店狗跟客人带着狗打架 哇塞 还有住店狗 太厉害了 住店狗打架 谢谢你的玫瑰花 那哪个狗打赢了 是住店狗打赢了 还是客人带着狗打赢了 反正我家的小狗是不敢打架 看见狗就跑 太怂了 跟我一样 啊为什么这么怂 你也不爱出去 因为没钱 巧了我也是 我没钱 还是在房间里面看电视就行了 服务员吗 服务员吗 小汪去给客人端茶倒水吗 猫派还是狗派 我都很喜欢呀 小猫小狗我都养过 我还养过小兔子 还养过小鸡 还养过小鸡 还养过小乌龟 带那个乌龟后来丢了 就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 对狗随 就是狗 它好像 就是 特别会随 随就是那个 会随它的妈妈 就是 小狗会随大狗 我家那只小狗的妈妈 就 挺怂的 然后它声帅也特别的怂 哈哈哈哈 乌龟变成了汤 哈哈 不是 嗯 绝对是丢了不可能变成了汤 怎么可能给它吃掉呢 得了病真的很难养好 你家勺子的现在 你家勺子的 还没好吗 猫血还还没好吗 你 基本上猫血这种东西 你就是给它经常换药 勤换药才可以 勤换药它就是比较容易好 而且如果 有条件的话 其实还是送去医院 让医生去打理这个比较好 我家的小狗 它在屁股那里 被大狗给咬了一下 然后就有个小狗 大约这么大 然后就给它送到医院 住了一个星期 还是两个星期 不到两个星期 然后就好 你要自己在家弄的话 真的很难弄 尤其勺子它还是 小猫 就身体更脆弱 流浪猫狗的义工 这点很有意思 我之前去过那个 孤儿院当义工过 但是是很早之前的事情 当时我还不大 去过当义工 去看那帮的 去看那帮的 小朋友 保证不了每天上药 那不行的 你得猫血保证不了 只要每天上药 那肯定好就太慢了 勺子还是只小猫 你一定要对它细心呵护 这样它好的才比较快 如果它现在就落下病根的话 那它以后肯定身体也不好的 上面的留言我没看到 以前的乌龟被野猫吃了 啊 你以前的乌龟被野猫吃了 可是它那个龟壳不是很硬吗 它怎么能被吃了吗 客人抱着两个狗住店的七八个狗 为客人的狗不让走 我家小狗不是流浪狗 是别人家的狗 但是别人家我不认账嘛 然后就自己给它搞到医院去 住了一个多星期 快两个星期 那个医生 基本上每天会 它换两次药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还给它用那个注射器去给它清洗 所以它好了就很快 保护之后那个伤疤地方又长上了毛 没有留疤 吃饭了吗 我正在吃 但是我现在开始聊衣服皱 对因为上次洗完我没有叠 就直接放到那个里面 然后刚才我就直接找出来穿 所以就很皱 而且我这里没有运衣服的那个挂烫机 所以就我的衬衫什么的都很 都很皱 我的衬衫都很皱 怎么办呢 我那些制服的衬衫都被我给搞皱了 你以前养乌龟 给饿死了 还剩一个壳 哦 那怎么可能 给味道 饿死了 乌龟不是很久不吃都不会死吗 对 六鼓一定要有牵引声 不然 一是 会特别容易丢 二呢 就是特别容易 咬到别人 或是咬到别人家的小猫小狗 而且现在小猫小狗看个病还挺贵的 基本上你要上医院的话 反正挺贵的 一个挂烫机两百来块钱 两百太贵了 没钱买不起 不用挂烫机 买个大的铁翻盒 装开水晕衣服 不用不用 这样太麻烦了 我还是买个 我还是买个挂烫机算了 可能是饿瘦了 咳太大就钻出去了 怎么可能 它没有咳的话 那它怎么活呀 可以拿出来挂着喷点水就不会变重 是吗 有时候感染了病毒就挂了 对对对 细小 细小 就那个全温嘛 就很容易 那个 现在给重温看病可贵啦 基本上都得 基本上都得 你要去一次医院 怎么着也得四五千 五六千才弄出来 你是不幸福的 唯一野猫吃掉的 把乌龟吃掉了吗 猫还吃乌龟啊 哦 猫还会吃乌龟啊 太可怕了吧 哦 我翻了一下留言 说那个 我喜欢看电影吗 我喜欢看呀 经常看电影 你就是为了 跟他推荐的一些 曾经养过小兔子 然后死了 再也不能先养 这有一个小兔子啊 多可爱啊 你可以养这种小兔子 你可以养这种小兔子 不用养那种蹦蹦跳跳的 你就把这个当小兔子养就好了 五千 对 就给小狗看病真的超级贵 超级贵的给小狗看病 住院可能一天就得两百 然后 其实 还是分医院 你要是好一点的医院 可能住院一天就两百 不好的医院可能就一天就一百 它那种普通的医院吧 真的跟抢餐一样 从医院我太贵了 原来我们家的猫就经常带来各种活物 哇塞太可怕了 带活物 它带给你当礼物吗 宿舍太热了 所以一定要穿短袖 你对养兔子有阴影 上学时在兔子身上做了不少活体 是那种 你是学什么的 为什么会在兔子上面 兔子身上做活体 宠物怎么可能有一宝吗 宠物就是很 很贵很贵很贵的看病 看一下 这个留言 野猫什么都吃或者说啥都抓 但抓了不一定吃就是爱玩 不一定吃就是爱玩 它抓回来不吃在那放着吗 太逗 吓人 我的封面好玩吧 生活终于对我这只小猫咪动手了 看一下 下午暖气热到想开电风扇 可电风扇没用了 电风扇还是热 还是空调会比较好一些 想起我家12岁的老狗 才去给我两次宠物围员 12岁的狗去个两次宠物围员 那还挺少的 说明它身体很好 不生病 那就挺挺好的 去宠物围员花钱看病 并没有什么 就是只要它别生病就好了 花点钱没什么 只要别生病就好 健健康康的就好了 猫的天性会让它喜欢玩猎物 所以它喜欢玩死耗的吗 为了看直播从家里出来 在公园现在四季线好 终于好了 可是我直播快要结束了 怎么办 你都去公园看直播了 可是我的直播快要结束了呀 猫科动物都喜欢斗野 我老虎狮子那些喜欢 老虎狮子也喜欢 它们不都是直接吃吗 一个大犀牛 然后就咬上去吃掉了 野猫抓动物真不可能吃 这只是捕猎本能 所以野猫灭绝了很多物种 它灭绝了很多物种 哇塞 跑到公园也是真的很甜 我真的是没想到 看一下 啊我腿麻了 怎么办 狗的寿命也就十几年 我小时候养的狗 可惜不能跟我们都到最后 对狗的寿命也就差不多十几年 求这个封面有趣 啊我也不知道 可是这个封面我怎么发呢 那不然这个封面我就发到那个评论里面了好了 我就发到评论里面 然后你自己去拿好吗 你关注我的微博 然后就可以了 他第一次去是一至二岁的时候被车撞了 后来躲车比很多人都有素质 就是说他会看红绿灯了是吗 我很讨厌那种 开车撞了小动物不管了 就直接就跑了 那小动物就死了呀 哦 问个事 今天的直播能传到B站吗 不能 不要 好吧 今天的直播我不删 但是可不可以不要传到B站 对就今天的直播我不删好不好 好 那早知道我今天穿个像样的衣服 穿个好看的衣服了 穿成这个样子的直播还不删 哦 早知道我穿个像样的衣服了 对 但是 哦 言归正传 很多私自都是撞了就跑了 真的是太讨厌了 一个衣服不好看 早知道我就穿了一个像样的衣服 穿成这个样子 还不删 好吧 今天不删了 今天不删了 看看 动物是有灵性的 他们那么做会会会会会有因果报应的 对我基本上每次电台或者是就是直播都会删掉 虽然有人说这样能吸粉 就是吸 吸的吸心粉啊 但我觉得无所谓吧 我就是喜欢删掉 穿这个挺随和没有距离的 嗯 这是好话还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挺随和的 穿这个很随和 黑人问号脸 有些人要补党 好吧 那我今天那是不删的哈 夸我是吗 好吧 兔子给你玩会 不给 是在夸我是吗 好好好那我接受夸奖 当然是夸我 好的 哎呦 掉了 晃一晃 很有亲和力 有吗 我只是觉得 我们应该像朋友一样 聊聊天呀 这个这种就很好了 你也夸夸我 你终于不刻薄我了 鼓掌 哦鼓掌 你终于不刻薄我了 亲民的填色 我觉得亲民这个词用的就不对 我们本来都是一样的呀 我们本来都是一样的 亲民这个词用的就不对 我本来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人 对 你是我最刻薄的朋友 哼 每次就来就是刻薄 不过你刻薄我也没有关系 我就当作你来跟我开玩笑 我心态超好 你怎么刻薄我我都没有关系 没有批评你啦 就是说亲民的话有点怪怪的 嗯 我们都一样 后面我不会唱了 我就会这一句 我好记得做这种的舍舞 和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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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唱的 来找我找不到我 你那没人的眼眸 是这个吗 应该是 有沙不移 不是这个不是一首歌 我们不一样 后面不是姐 有沙不一样 不对 记得有一个是那个 你哭就对我说 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 还有我们不一样 有沙不一样 有沙不一样 这个好好听哦 十五真的好好听 哦 那个什么 今天我们的直播 这节奏太模型了 你那没人的眼眸 你哭着对我 嗯 是什么 你 原调是怎么唱的 你哭着对我说 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 对 这猪八戒被媳妇给改成了童话版 迷迭香 这不是迷迭香 这是蛇舞 迷迭香是那个 你的登登登 有迷迭香的味道 这个是那个什么 这是蛇舞 对我忘了原调 真的是我不能不能再随便唱歌了 我中华小曲库都不行了 以后没法再正式童话这首歌了 太可怕了 对 迷迭香也挺好听的 对 原唱哭晕在厕所 啊原唱哭了 说这个小姑娘怎么把我的歌唱的 这么难听啊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语 没那么简单 是这个吗 是是这个词吗 我记不得了 是是这个词吗 我记不得了 这个兔子 我就到此结束了 但是说不定 说不定 说不定 说不定一会等青青回来 我们还直播呢 不一定 说不定今天我会开两次直播 但是都不一定啊 因为我要等青青回来 看她几点回来 好不好 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 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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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道100天快乐 祝你们也快乐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